亚加达亚运会后,中国体育人士不断调动,蔡振华离开体育总局后,刘国良回归拼携领导换届工作,成为十一国庆节期间,中国体育界最大的新闻。 而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网站最新内容写是,总局人士在次大调整,在体育总局上门行列中,最值得关注的当属原局长助理杜赵才升任副局长、党组成员,而赵勇不在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,在中国足球友蔡振华接班人,之称的杜赵才,被正式提拔为副长们。 中国体育也将进入一个新时代,在蔡振华离开后,中国足协的重任,也就落在杜赵才肩上。 如今正式上任体育总局副局长的杜赵才出了足球,也将要承担更多的重任。 在今年的U23亚洲杯A组最后一轮,中国U23国家队1比2,赋于哈塔尔队被淘汰时,遭遇了悲情一幕。 那场比赛,伊朗基主裁判访哈尼,竟然向中国U23国家队,出示了争议,竟得欺黄一红,而卡塔尔队仅得一张黄牌。 从过程来看绝对有失公平公正,在中场休息时,中国足协掌门人督赵才,向裁判监督表达不满去讨要说法的举动,给球迷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不过,为了提升国足斩斗力,足协召集你15名年轻国家离开联赛去军区的作罢,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 不少球迷认为这意味着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被打断,国家们重回去国体制时代。 而接下来这批人究竟是参加中超、中载,还是去海外挑战五大联赛,都稍微可知。 蔡正华在指掌中国足协时,因为是外行接管曾遭受了不小的质疑。 不过在她的任期,中超职业化进程加快,中国足球球是十分火爆。 更令人难忘的是,蔡正华请来了世界杯冠军教练李皮,并把国足打破了孔寒症,一度让政治,无类等人看到了进入2018年世界杯的希望。 如今,蔡正华的名字已经逐渐淡出,中国体育界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。